不能是从这方面 是这个是刮 我是这样说的 这次捐资助教的活动 这次在多大范围里开展 只是只能是 先这个招路的这部分 老师里边 就是你笨着自愿 愿意捐一捐 不愿意就拉得好 张局长一再强调 教育局只是进行过宣传和动员 捐款则完全是老师们自发和自愿的行为 县上也没有明文规定 教育局也没有规定 广的是把一些账户给他们 就是说捐款的户 是资源券 专科五万块钱 专结本三万块钱 这个标准是怎么定下的 这个标准是没有硬性规定 都是说三万可以五万也行 他们都听了这个了 是多多益善 三万一行五万一行 都是这个是说的 为证实自己的说法 张局长还带着记者跑了两所学校 找到几位新路用的老师 让他们接受记者的采访 这位老师捐了五万元 照他的说法 自己捐款纯属自愿 这位老师则将捐款的原因 归结为赶上了好时候 是成为一名真正的教师的自豪感 促使他做出了捐出五万元巨款的举动 那么这些老师们 又是如何筹措这笔钱的呢 在征得对方同意后 记者来到了一位老师的家里 陈永夫是个普通的农家子弟 上大专的纪念礼 就花去了不少钱 2004年毕业后 由于没有找到正式工作 他一直在一家私立学校临时待客 加上妻子务农的收入 全家年收入也就一万多元 而这次陈永夫一捐就是五万元 这个钱怎么抄呢 我都把这几家进几家散的嘛 那是要干的几家 在那个学校工资多少 那就是千万块钱 一千块钱左右 对 那你五万块钱 先当于把你这几年 不吃不喝的工资全交 谢谢大家